來 妹妹 開門 我先進去 妹妹 鄉文隊員火速抵達這處民宅 裡頭傳來小孩子的哭詩 原來是一名一歲多的小女童 把自己反鎖在屋內 三樓爬第一次從窗戶救援 真的太危險 最後在屋主的同意下 鄉文隊員破壞大門進到屋內 鄉文隊員以三用撬棒破壞鐵門隔山 再伸手將繁鎖的鐵門打開 成功救出女童 女童嚎啕大哭 因為真的嚇壞了 躺在爸爸懷裡 這才安心下來 而這個地點發生在嘉義錦州一街 爸爸當時等女童睡著後 在門外整理東西 把女兒獨留在屋內 沒有想到短短時間 竟然發生繁鎖驚魂 家長在門口整理一些東西 處理一些事情 小朋友為了要出去找家長 那不是導致這個門繁鎖 實在好驚險 女童繁鎖在屋內 又擠著腰出來 讓外頭的父親真的是急患了 要是發生意外怎麼辦 消防局也提醒 真的不要把小朋友 獨留在車內或是屋內 免得造成憾事發生 記者後公文嘉義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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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